我们上帝的话是多么信实 是比我们一切的情况还更真实 在我们每个脚步里面 上班的脚步 读书的脚步 照顾孩子的脚步 做家庭主婦的脚步 来以认识神为中心的时候 我们一切的思想 判断 生活 或在人际上是不会担心的 乃必有确定的心 确定神的同在 神的信实 神的供应 神的引导和保护 所以必定凡事科通 若不认识神的一切与想法 不能喜乐 也不能满足我们的现状 在和西亚书里面 上帝最强调的 就是要认识他 可是在四章一节又说 因这地上 无诚实 无良上 无人认识神 各位 以色列民 因为不认识神 结果心里没有神的爱与公义 这是无上阳 无诚实 然后很多的问题 来到他们的身上 无法享受神一切的祝福 但信实的主 在五章十五节说 我要回到原处 等他们自觉有罪 寻求我面 他们在急难的时候 必切切寻求我 在这经文 有两个重点 一是原处 二是 等我们自觉有罪 而寻求主面 主回到原处 就是在那个原处 有恩典 有怜悯 有荣耀 有天国 然后 等他们自觉有罪 就是承认自己的罪 原来一直以来 不信那爱与公义的主 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 可能我们还在爱某些东西 还在靠自己的力量 热心 还在担心一些事情 所以没有喜乐 没有办法因这问题 而烦恼 苦闷 但是主 其实是一直 在那个远处 等我们 等我们回到自己的心灵里面 来回转向他 如果我们身上 还有一些 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要想到 主 在等我们回转 把心完全交给主 然后 在急难的时候 必切切寻求主 有寻求的心灵里面 必能寻见那慈容的上帝了 所以 当我们真的愿意悔改 寻求主的时候 接下来主会怎么样呢 就在六章一到三节说 来吧 我们归向耶和华 他撕裂我们 也必医治 他打伤我们 也必残果 过两天 他必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 他必使我们兴起 我们就在他面前 得以存活 我们无要认识耶和华 协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 雀如 晨光 他必领到我们 向干雨 向滋润 田地的春雨 这处经文 最感动我的地方 就是 主撕裂 也必医治 主打伤我们 也必成果 然后必使我们 兴起来 各位 撕裂 就是撕裂我们的心肠 撕裂我们那老我的地方 好像不想再犯罪了 不想再担心 不想再爱世界 不想再受试探了 因为真的讨厌 那个老我的地方 这个就是撕裂我们的心肠了 当我们愿意归向主 撕裂心肠的时候 本来主要惩罚 要管教我们的 但是主马上停止 他乃是展开 他的双手 接受我们 迎接我们 之后必带来医治 好像以前很容易担心的 很容易受试探的地方 不能爱人的地方 甚至很受伤的地方 越来越不受影响了 反而能够恢复 爱上帝所爱的人了 然后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曾被主打伤过的 有很多的苦难 管教 哀动的事 虽然过程很辛苦 但主必残果 我们的伤痕 所以各位 被撕裂的 必得医治 被打伤过的 必被残果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都是主亲自 在我们身上 做美好的事 最后 主说 三天必使我们兴起 这叫我想到 主耶稣三天复活 我们的一生 会有自己 要背的十字架 虽然那个过程 很艰难 但主的复活 叫我们也一样 与他复活 主所应许我们的 也必信实的成就 在我们身上 所以经过死而复活的 我们会发现 我们一切的问题 已经得解决了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 死而复活的奥秘了 但愿我们再次领会 主的怜悯 他的心意 总是在他的原地 等我们归回 使我们生命里 经过熬炼后的成圣 能战发出生命的芬芳 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在凡事上能够协力 追求认识 那位死而复活的上帝 就像刚才我们读到的 他出现 确如成光 他必领当我们向甘雨 向滋润田地的春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